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计说 就在前两天 微软已经宣布确认 OpenAI的新版DL1第三版AI图像生成器 它已经被整合到微软的Nubin 和QRGBT4 AI智能聊天机器人中了 而且最关键是这个功能 它是完全免费的 只要你电脑上开启这个Nubin AI聊天机器人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付费购买任何的图像生成服务 或者你的电脑上没有一张性能不错的独立显卡 那么通过现在微软推出的新版的DL1商来生成图片的话 那应该是目前最简单 而且是最高效的免费AI图像生成工具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试一下它的效果吧 在开设之前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Edge的暗器 打开了以后 然后接下来放这个BIN的图片 打开新版的BIN的AI聊天机器人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生成图片 比如我们输入这个关键词 生成图片 然后后面跟上图片生成内容 比如说一个女孩抱着一捆甘蔗吧 看来能不能生成啊 那就它开始了 我会尝试创建这样一个图片了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它已经立马出来了 来看一下 看下效果 它目前最高分辨率是1024x1024 而且我们可以把背景给它替换一下 比如说这个把背景替换成AI费AI帖塔吧 大家好的 我会尝试用AI费AI帖塔替换背景 请稍等一下 它是可以上下文联系的 大家看一下 它立马换好了 看效果 看起来还是非常自然的 它为什么这个杆子上面有棉絮絮呢 它应该在杆子里面加了一些芦苇 不然看起来会更好看一点 更和谐一点 第三张图片 像我这样的 这么多杆子 不然看起来挺不错的 其实在画图片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定一下它的风格 比如我们让它重新生成一下 我们输入这个生成图片 一个女孩骑着机车 然后我们可以定一下它图像风格 比如我们可以让它定为这个 鸟三鸣的风格吧 输入好以后 我们点击回来劝一下 看它会生成燃烂图片了 我会尝试创建这样一个 请稍等一下 然后点把就开始了 它已经画好了 来看下效果 这是第一张图片 这样的话它会把这张图片 给它绘制为类似于 鸟三鸣风格这种图像了 类似于日本漫画图像 但如果我们把这风格给去代化 那么看下它会生成什么图片 请稍等 马上就开始了 它已经画好了 我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还是挺自然的 这样看起来效果更好 所以如果想通过这个DL13 来进行绘画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对它下指令 先生成图片 然后后面给它图片 这个大概的内容 来一个风格 它就可以帮你生成 影响的图片了 比如说我可以让它生成一下 一架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 马上就开始了 它现在已经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战斗机 有点类似于 法国正风战斗机 看起来有点像 它上面没有上国企 看不出来是哪个国家的 这看起来非常炫酷 但是这应该不切实际 一般战斗机的话 它不能把它挂在机翼上面 不过看起来是挺好看的 如果需要把它download下来的话 那么这上方有一个下载按钮 或者保存都可以 目前这个AI图像生成功能 相对于吃相比较难 看来Mijuner来说 已经非得良心了 因为现在Mijuner它已经完全收费了 吃相有点难看了 现在 所以如果想找一个免费替代品的话 那么现在微轻发布了第三版 这个DLE的话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是图片像素 还是图片的生成效果 都可以做到不相上相 你只要输入对应的关键词 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都可以 它就会根据你的要求来生成图片 只要你定义更多的这个仓术 它也可以帮你生成更详细的 你需要的图片 你还对它的表情进行微调 比如底下方有个 让女孩微笑起来 这样的话它就生成成功了 生成以后的图片 它就会对了人物表情进行微调 不得不说这次升级以后的 DLE第三模型 确实比上一个版本强多了 对于Sofiba的Mijuner来说 肯定是一个冲击 最关键它是完全免费的 你只要打个A9浏览器 就可以使用 如果你无法生成图片的话 那么很可能是因为 你没有登录这个微轮账号 到时候 你只需要在你的浏览器上 登录你的微轮账号就可以了 如果在你的电脑上 已经开启了Copi-led Air助手的话 那么只要打个A9 打开以后 你同样可以在里面进行绘画 比如我们输入出个生成图片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然后接下来我们输入 树林 学生 输入好以后 你同样回来确认一下 它也会跟进我们的要求 来生成图片 好这样的话 它就生成完成了 那么打开一下 同样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的电脑上 有一张新来不错的独立显卡 那么通过Step Default去 来进行本地生成 那肯定是最佳选择 不仅速度非常快 而且生成图片非常精美 在上面也可以生成 几乎任何想象的图片 如果你需要配置 Step Default的话 那么记得往下看 在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先安装它必备的环境 下载链接 回放在零度博物上 到时候你再打开这个文章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拿键往下拉 然后下方有一个 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如果你的电脑上 之前没有安装这个Python环境 而下方这个get的话 那么现在你需要安装下 这两个环境 它最低要求是这个 Python 3.10.6这个版本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以后 然后现在你可以安装它 里面对应的安装包 比如它有个33位的 还是64位的 你可以根据这情况来进行下载 或者你可以下载它最新的安装包 就是这个Python的3.11.2这个版本 只要是高于3.10的版本都可以 下载好这个Python的环境安装包以后 那么进行安装墙 打开以后 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勾选这个把这个Python环境 给它拍摄到这个路径下 勾选好以后 那基本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好以后 那现在我把它关闭掉 把这个安装包给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第二个环境 就需要安装这个get 它上方同样有这个32位的 还有这个64位的安装包 我自己选它的64位的安装包 那给它当载下来 下载好以后 那么同样给它进行安装下 打开以后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它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么把它关闭掉 安装好这两个环境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安装 首先第一个 你需要下载这个 Stimit Diffusion Web UI这款程序 我们直接打开它的链接 打开以后 那直接我们点击上方这个code这里 然后选择里面这个 download zip 把它安装包给它下下来 好 下载好以后 那么给它解释出来 那先把这个加载包给它上来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找到里面有一个 web UI.bea替身文件 我们算计打开它 好 打开以后 它会自动安装所需的这个环境安装包 这个安装过程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比如像第一个PiTouch 它总有2000多兆 也就是2G左右 它全部的安装环境大概需要10G左右 所以你需要确保你的硬盘有足够的容量 它现在可以下载这个模型 大概有这个3.977左右 还是非常大的 大概过了几分钟左右 它现在就下载安装完成了 然后现在我们只要打开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就打开这个本地地址 你只要通过浏览器打开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打开以后 这个窗口你不能关闭点 你可以把它最小化 但是不能把它关闭点 打开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Step Diffusion的控制面板了 默认情况下它是英文的 如果你想修改这控制面板语言的话 那么你可以给它先安装一下中文语言包 这个中文语言包 也是有人看用的GitHub上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仓库地址给它复下来就可以了 复制好以后 然后回来看上去见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右上方扩展按钮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左上方 Install from URL这个链接 打开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只要把这个链接 贴到这里就可以了 就是中文语言包的链接 粘贴这个链接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下方这个安装按钮就可以了 好 安装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左上方这个Install的这个按钮 来进行重启一下 点击这个应用并重启 重启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右上方这个Settings 然后往下拉 然后左下方这个Use Interface这个选项 然后在这里选择中文语言包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里面这个ChineseAll-0i10这个选项 设置好以后我们往上拉 然后最后我们先点这个应用这个设置选项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重启这个油管设置 再来的话这个Step Diffusion 它就可以变成中文面板了 修改好这个语言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一下这个扩展 第二步需要安装一下扩展 它的链接就是这个了 我们先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这个Step Diffusion这个面板 接下来我们点上方这个扩展插件 然后选择这个从网址安装 然后把它扩展地址再粘贴进去 粘贴好以后 那就我们点击安装 好了它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安装好以后 我们同样需要重启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一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 应用并重启用户界面 刚重启的时候 它会显示这个链接打不开 我们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 它现在已经重启了 重启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执行第三步 就是需要下载这个链接训练的模型 它链接已经放在上面了 我们打开这个链接 打开以后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第六个选项 就是这个OpenPosePTH这文件 它总共有5.7G左右 它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先把它登录下来 这个下载过程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 好下载好这个模型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 放到对应的文件夹下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 放到这个对应的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我们在这个桌面上 打开这个Step Diffusion这个文件夹 然后先打开这个扩展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第一个文件夹 就是这个SD-WebUI-Ctrl-Net这个文件夹 打开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里面 有一个Model这个文件夹 一个模型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 给它放进来 放进来后我们给它关闭掉 然后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这个 Step Diffusion的控制面板 打开以后 然后先我们点击里面 有一个扩展和插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应用 并重启用户界面 再重新载动一下 接着我们需要载入这个训练好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非常大的 它总共加近有7个G左右 我们点这上边下载就可以了 它总共有7.4G左右 下载好这个训练模型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文件 给它放到这个相应文件夹下 我们打开这个Stable Diffusion这个文件夹 找到这文件夹下面有一个模型文件夹 这个Models打开 然后找到里面有一个Stable Diffusion这个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文件 给它拖进去就可以了 好 放进好以后 我们现在重新进入了控制面板 现在我们只要点击上方这个扩展插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应用并重启用户界面 这样的话 你就会在模型这里找到我们刚载入的模型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要点下方有个控制网络里 我们选择Ctrl NET这个选项 打开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启用按钮 把它勾给它勾选上 然后在下方的预出这里 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选择里面有一个人体知识检测 也是这个Open Pose这个选项 选择好以后 然后在模型这里 我们选择里面一个Ctrl HD15这个选项 设置好以后 然后我们往上拉 接下来我们点击起里面有一个采样器 这采样器这里我们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方这里 我们勾选这个面部修复 把它勾给它勾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勾选这个高分辨的修复 这个采样部署 我们可以设置为30 如果显卡性能非常不错的话 也可以设置大一点 这个绘画强度 我们可以设置为这个0.5 这个生成批次 目的情况它是一个 如果想生成多的话 你可以设置为更多 比如说我想生成四个图片 那么就选择四张就可以了 每批数量为1 这个提子词引导系数 我们可以设置为3.5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下 这个高精化算法这里 我们选择里面的第四个选项 就这个双三次插指 看锯子这个选项 设置好以后 接下来你可以设置一下 在下方的宽度和高度 这个大家可以跟自己 一样设置就可以了 其实在第一次生成的时候 你没必要把这图片 有大特别高 因为如果你的显卡性能 不是特别好的话 那么当你设置过高的 分辨率的时候 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成速度 我们可以先生成小图片 到时候你可以通过这款程序 来进行图片放大 然后现在我们点下方 有一个控制网络这里 然后往下拉 现在我们只要把这图片 散售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任何一张 需要转换图片 那么你打开 上转好以后 然后下面的这个仓数 跟我们一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往上拉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 输入这个正负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 我已经放到这个零入泊上了 到时候就复制下就可以了 我把它第一个 这个正面关键词 给它复出来 然后再粘定到 第一个选项口里 粘定好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去粘定第二个 就是这个负关键词 复下来 然后再粘定到第二个 就是反向提示词这里 到时候 你只要复制零多波上 这个提示词就可以了 输入好这个提示词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 把这个模型给它改一下 改成我们刚才载入这个模型 就是StableDiffuse-26这个模型 我们给它载入进去 当你看到这个模型载入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 把这个高分辨率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高分辨采样数 我们改成设置为30吧 然后这个采样步数 我们给它设置为40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下方这个图像生存种子给它改一下 把它复义改成的数值 全部设置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上方这个生存按键就可以了 它第一次生存的时候比较慢 因为它需要下载对应的模型 大家不要以为是卡住了 它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 这样的话它就生存完成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第一次它全部图片的合集 还是非常高清的 我们看一下 第二张图片 这全都是由AI生存的 相当不错 它主要是分析原图的人物国家 来生存新的图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它自己保留下来就可以了 或者把它们的设置存在电脑上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那么可以再重新生存 那重新生存新的图片也是可以的 直到以满意为止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是 如果你的显卡不堪重负的话 那么可以把它分辨率 也就是这个宽度 它的高度调低一点 否则的话它会出错的 如果出错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一看到 它上方会有提示 比如它会提示你的显存不够 那你就把它的宽度和高度调低一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生成其他风格 比如当我们选择这个国风模型的话 那么它会生成这个下方的图片 它就非常高清的 相当不错 如果需要生成这种风格的图片的话 那么主要是上方这个下载国风模型 把这个模型给它下载下来 好 下载好这个国风模型以后 我们同样给它放进去 给它放到模型的脚下 给它载入进去 放弄好以后 那么重新启动一下这个程序 重新进以后 那么重新进入到控制面板 现在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给它载入进去 第一个是它的正面提示词 放到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反面这个提示词 给它放进去 放弄好以后 那么现在需要把这个模型给它修改一下 改成刚才我们载入这个国风模型 就第一个了 国风三这个模型 好 载入好以后 那么现在这个采样器 同样选这个第一个EULERA这个模型就行了 采样部数我们设置为这个30 面部修复勾选 那现在我们勾选这个高分辨率 现在我们需要修改一下这个图像的生存种子 把它改成这个数值 那现在我们需要改一下分辨率 比如把它的高度设为1280 这个宽度我设置为640 这个分辨率大家可以自己设置 然后高清化算法 我们选择第四个 砍锯齿这个选项 这个高分辨率采样数 我设置为这个30 这个高度我设置太高了 倒是可能会超过它个显存 我设置少一点吧 设置为640 然后这个宽度我设置为350 把这个宽度高度稍微调低一点 否则的话它生存时间太长了 设置好以后 那现在我们点击生存 看效果如何吧 然后现在我们看看效果 现在只生存一张 这非常不错的 这个人物的五官看见非常真实 跟真的没什么区别 那现在我们重新生存一下 那现在我需要把这个宽度稍微改一下 我把这个宽度稍微改一下 改成450 然后每批生存数量我设置为4个 那今天我们再重新生存一下 它现在已经生存完成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非常清楚 这个看起来 第一张图片 但是我把这个图片放到零多博客上 如果你需要当手机平保的话 你可以拿去当手机平保 非常清楚 我这还只是用那个低分辨率的像素 好 它现在升成第三匹了 我们看效果 看起来非常真实 看这个能力 还有这个模型也不错 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它下载下来 我把这个模型给它下载下来吧 下载好以后 我们同样给它模型给它载入进去 就这个了 然后现在我需要把这个提示词给它载入进去 第一个正面提示词 然后第二个反面提示词 这个采样部署我们设置为这个Sense 采样器我们选择里面有一个 DPM Plus IMKAR AS这个选项 这个采样器 然后勾取这个面部修复 高分辨率就修复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采样器 这个部署设置为这个Sense 高清算法选择同样的坎锯齿 宽度我们稍微修改一下 生成P次一次 然后每次数量为4个吧 引导持细数7个 绘画强度我们设置为0.5 这个下方提示是引导序数 我们改成这个5.5吧 这个第一点 这个图像生成总值修改一下 改成这个数值 设置好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只要我们选择不同的模型 还有不同的提示词 它会生成不同的图片 当然这个提示词 你可以自己发挥 你想生成什么图片 你就输入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好它现在生成完成了 我们同样可以看一下 也是非常清楚的 这是一种不同的风格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 我们来生成看一下 它这个模型就这个了 把这个模型给它下了下来 下展好以后 你同样把这个模型 放到这个对应文章夹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我们重新选这个模型 比如刚才载入这个微粘入模型 载入好模型以后 先我们输入这个提示词 把这提示词同样给它粘定进去 然后下方是对应的这个设计仓数 你可以对着来 或者你可以自己设计都可以 好它现在生成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今天视频的用到全部支援 包括这模型下载 还有设计仓数等等 我都会放到零入博客上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进行收藏一下 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模型 到时候只要打开这个提示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